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陈雨萍 马上带你来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Uber打造空中飞车 台湾离电池厂能源入列供应链 台彩也呈暴雨受灾户 投注业绩掉两成 Facebook推VR 教育计划 捐50台Aculus装置 华航扩张货运版图 开辟美国哥伦布市航点 来关心台股 在美国与墨西哥 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接近达成协议的利多消息激励下 美股昨天大涨超过250点作收 带动台股今天跳空开高收复季线 台积电大力光双王领长 指数盘中一度重返万一关卡 法人指出 仍需关注本周外资筹码是否真的归队 才能稳定市场信心 而接下来各家公司8月营收将陆续公布 加上苹果新机将发表 相关概念股走势仍可期待 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国际油价新期小幅上涨 因股市走强和美墨贸易谈判进展提供支撑 贸易争端缓解使美元走低 美元指数下破95关口 加原和墨西哥比锁 短线则大幅拉升 金价呈现上扬 日本政府计划扩大引进外籍劳工 日本法务省初步决定 明年4月起将把目前的入国管理局 升格为入国在留管理厅 计划增加约320名入境审查官 形成一个超过5000人的组织 苹果9月发表新iPhone在即 宏博报导 三款新iPhone全为大荧幕手机 分别是5.8寸 6.1寸和6.5寸 售价功能和荧幕各有不同 用意再提升平均销售价格 后续鸿海 瑞生科技 蓝丝科技等苹果供应商 股票表现受到瞩目 全球半导体先进制成竞赛 台积电的对手又有一名退出 全球第二大晶片代工格罗芳德 已经决定退出 开发最先进生产技术的争夺站 电子业对台积电的依赖 将近一度加深 新唐人雅的电视真理报道 大家看到 知识测会产业情报研究所 举行年度产业记者会 2019年ICT产业发展关键 贸易战成为最大影响因素 专家建议 业者强化台美产业供应链整合 发展多元化国际市场 其中产业链扩增全球据点 不止于成为业界进行式 2018年产业稳定发展 自测会产业情报研究中心预估 台湾半导体整体将成长8.1% 2019年AIOT5G区块链依旧是趋势 不过美中贸易战成为外在环境 最大不确定性因素 短时间我们刚刚看到的冲击是有限 但长时间为了因应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我们也看到厂商当然陆续也在需要 做一些生产线上面的多元布局 多点的布局 自测会盘点台湾ICT产业冲击品项 包括进一体晶圆 主机板 桌上型电脑 路由器等装置 不过更关键的还在后头 尤其生产基地在中国大陆的业者 首当其冲 加上中国市场意境难出 资金和供应链搬迁难度颇高 建议业者强化台美产业供应链 发展多元化国际市场 不管我们在产制会制造或是这些 新兴应用的一些开发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供应链的延伸供应链的扩张 那比如说新的供应链 新的这一些产能 那应该可以去思考在这些不同的地方 包括在台湾 那在美国在新南向的国家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做分散投资的 一个思考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据点 新南向国家 美国以及台湾都是厂商未来扩大 生产据点的三大首选 产业来看新兴领域的车用电子 智慧制造 医疗 智慧城市具备前景 更可能享有美国政策优惠 所以未必是自己独自到一个地方 全部重新设新的生产据点 研发据点 反而是可以Leverage当地的力量 那个利用当地的一些partnership 去做这个多元的这些生产 或研发据点的布局 这次会MIC预估 2019年全球自动讯市场为伏衰退 全球半导体市场恢复各位数成长 不决定性因素环绕下 厂商得谨慎 小心阴影 近台电视 林家卫省会同台湾台北报道 带您看到今天国际重要的财经报纸讯息 红博社 美国与墨西哥达成贸易和解 激励趁势黄情 标普和纳斯达克指数再创新高 金融时报 巴菲特首次进军南亚 消费性金融市场 将投资印度数位支付公司KPM 来看到智慧音箱应用趋势 未来将越来越通过语音控制 来担任家庭总管 同时使用者也能透过手机来远端遥控 着重安全隐私问题的苹果 就推出智慧家庭平台HomeKit 带动周边商机 台厂也看重未来需求 拿下Apple MFI制造厂 并通过苹果HomeKit认证商品上市资格 开发相关应用 准备好迎接新趋势的到来 Hey Siri Go Home 总说的家里的情境就会跟着改变 如果想要做细微的调选 可以透过手机的App 像是这个灯光的亮度或是风扇的开关 都能一直搞定 在智慧家居的产品设备这一部分 很重要的就是说它是可以简单操作的 它可以跟我们的日常生活 实际住行相影响 所以相对它可以带动这些 Home Device的设备商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看准智慧家居未来需求 台湾连接原建大厂投资电子产品生产 旗下子公司专进Apple周边产品研发 拿下Apple MFI制造厂 并通过苹果HomeKit的认证商品上市资格 从开发设计 生产制造 都是一条龙完成 能克制研发及代工生产 而自创品牌的这位登记及插座 都能与Apple HomeKit HomePod串联 让生活更便利 对一般那个消费者来讲 其实他家并不进来所有人 都是拿iPhone 他可能拿Android Google的手机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一个跨平台使用的系统 就是说消费者他只要买我们的产品 它是可以用iPhone 或者说安卓Google的手机 或者将来跟那个亚马逊的智慧音箱 可以相容可以共用 未来智慧音箱担任家庭总管 趋势明显 预估2022年全球智慧音箱销售金额达95亿美元 业者表示 化平台系统预计下半年完成 通过苹果认证WiFi模组 及相关产品都是研发目标 我们希望在成品这一段每年大概会有2到4个机种产品 陆陆续研发生产 尤其像家电的这些大厂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跟它合作的机会 苹果红帕英文版今年2月开放预购 预料中文版将掀起另一波抢购潮 台长叙事待发准备迎接 新唐人亚特电视高建伦李金金 台湾新北市报导 待您看到明天8月29日星期三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台北国际光电周 Touch Taiwan智慧显示与触控展 友达推出全球最大65寸电竞显示面板 墨西哥央行公布季度通胀报告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陈雨萍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